今天的热点透视带您聚焦 久汉冯甘林在台中离山地区 昨天上午终于下雨了 日累积雨量达到了37毫米 让当地果农笑开怀 直说这场雨相当的珍贵 直到今天上午现场依旧下起了茫茫细雨 而且还造成了临时变道落石摊坊 而这场及时雨对于德基水库的水晴似乎毫无帮助 蓄水量反而下降 水利鼠也将在谷关以及天伦坝地区 进行人工造雨 另外在苗里的明德水库雨势并不明显 河川局派遣了大型机具来前往清淤 国军也派员协助 预计要清出33万吨的淤泥 增加水库的蓄水空间 早上六点多下到现在都没有停止 就像下黄金一样 等了好久终于下雨 离山农民兴奋地说 这场雨就像下黄金一样 雨势不但滋润的大地 也让正在萌芽开花的果树得以解渴 下雨到现在没有停 但是现在是毛毛雨 封面过境 雨是从二十二号上午开始下 持续到今天上午 依旧下着毛毛雨 日累积雨量达到三十七毫米 却意外造成临时三十七变道 十九公里处发生落实摊房 你要帮他看你叫上门石头 山区果园终于解渴 但雨势下得不够大 德基水库进水量没有增加 蓄水量从二十二号的百分之六点二八 降到今天只剩百分之六点零二 中部另外两座水库明德里玉潭水库也一样 蓄水量持续下降 依旧成等警示 中部山区毛毛细雨 水里署预计晚间 在古关和天伦坝地区进行人造雨 而在苗栗明德水库若大水池成了涓涓细流小水池 河川区派遣挖土机进驻 进行清淤 门力管理处河川区国军六军团三单位协力进行清淤工程 趁着水库建地将清出三三万吨的淤泥 增加水库蓄水空间 直线这段最担心的还是水库水量再不增加 水库警示灯号一旦转成红灯 经济部将实施工武所有的限水政策 最快四月中旬就会提前启动 介绍中部 中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